進入演藝圈14年 李文鮮少傳出悲聞 可是因為媽媽家教嚴格 從小只要有男生打電話到家裡來 總是會被嚴格監控 我媽媽是出名非常嚴格的 譬如說下課要回家 一定就是很準時的 譬如說三點半要回到家 就肯定就是回到家 不可能跟朋友什麼出去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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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男孩子要離遠一點 試過有一次一個男同學 因為我是學生會的會長 所以他只是打電話來問我 就是學校的一些東西 打來然後媽媽接電話 媽媽就 你是誰 你為什麼要找她 你的電話幾號 媽媽就把她的電話寄起來 然後隔天媽媽去學校去告狀 這個情況一直維持到18歲 李文才有機會與男性朋友聊天 而不被媽媽禁止 就是openly在電話上講的電話 是18歲的時候 而且是跟我同 唱片公司另外一個歌手 就是談到就是通告的東西而已 對 可是那個感覺很奇怪 就是在媽媽面前跟男孩子講電話 哇 好緊張 好害怕喔 等一下媽媽又來心思問 對 整個發抖了 談到現在的男友 李文顯得相當甜蜜 富商男友大李文16歲 兩人交往五年 男友的體貼讓家人很放心 Bruce是唯一一個男生我媽媽喜歡 唯一啊 先生唯一的 為什麼 他看到我這麼快樂 他也接受了 然後再加上Bruce是個 他真的看到他是個很好的人 人品很好 人品很好 非常非常好 所以他很信任Bruce 他是個好人 他不會害我 在五光十色的演藝事業裡 李文追求的反而是平淡的幸福 很多時候要飛來飛去 那譬如說他要飛去紐約 那如果我可以的話 我當然就把我的時間 我的schedule 是安排盡量 我可以陪他一起飛來飛去 因為他希望我在他身邊 那我在他身邊 他比較開心一些 那可能我就可能 要犧牲我的工作 或者犧牲我家人 那我就陪著他照顧他 講起感情 李文滿是笑意 二位天后級 李文從不擔心自己的明星光芒 掩蓋男友 他很高興 很高興 對 他很proud 因為他都會跟爸爸媽媽 或者見到一些新的朋友 他都會說 他是唯一的華人上的奧斯卡 他是非常proud 所以我覺得他這一點非常的可愛 可是我們兩個都是蠻低調的人 所以我沒有特別去說 我自己是什麼什麼歌手 沒有到連假的朋友 哎呦呦 我已經忍 忍了一個月 進入演藝圈十四年 李文在獲得光環的同時 他深刻了解到 最真實的不是銷售數字 不是獎盃數目 而是來自身邊親友 滿滿的愛 是來自身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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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來自身邊的